3号是清明假期的第二天 台九县东奥隧道观音北口至古音桥 多处路段为易塞车回堵的情况 公路总局特别呼吁民众 要多加利用替代道路 才不会陷入回堵车阵当中 造成行车的困难 而目前北上的车流已经有增加的情形 也提醒驾驶人多加的注意 清明连假有许多的游客纷纷来到东部旅游 公路总局预估省道11处路段容易塞车 也建议用路人多利用替代道路 从德首报告目前为止 从德广市站南北车流南下车流稍多 清城分局表示和欢断台14甲 台八线各油气区目前都是山区农物 人车稀少 行车秩序良好 交通顺畅 不过在今天中午台八线117k处 有贪方落实灾害阻断 因与世持续间歇性造成了落实贪方 也暂时无法做清理 而台九线重德管制站南下车流稍多 不过交通仍算顺畅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好 好 好